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选择角色剧本电影的时候又是不是这样的标准 就是我首先得是打赏我 然后我的喜欢 然后全部都 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人互相合作的来 然后互相心里面都是 气质啊 气场都比较对的人所以 所以我很感激我就是以后能找到自己的目标 也感谢千玺能够把小北这个角色诠释得这么好 那这么多媒体朋友我也不多问了 把机会交给你们吧好不好 有什么要跟千玺勾充的 然后大家请不吝点赞 来 云宁 你先开始 那那个千玺刚刚有就在领点完就说太气质了这感觉 当时的第一版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的特别 就是我不知道白发奖是现场的这个票 然后今天贴这个规则 然后屏幕上还有这个显示就 就在我们世界里面都很激动 然后看字的那个票就长在这就一直很忐忑的 然后就很感谢 第一个角色就是这个角色这么成功 因为拿了自己的一个奖 那接下来会不会有点压力 后面的角色来看一个 有压力 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进步更快一些 然后希望每一个都是好的角色 好的奏品 东宇有没有跟你邀约 再度合作 两人 因为这次这么默契 再度合作不是说看奇迹 看未来其他 有可能吗 有可能会再度合作 我将��陪在街上热点可以 则子可能会是两立的 这是在一开始还是�낮的 这个是未知的 大哥你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Largo gli 大哥 你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是不是很木 leather 想挑战的内型 反正 你会自己看别的电视 然后遇到一个很好的战胷 这个是未知的 大夫你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大夫你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想挑战的类型 反正你自己看别的电影 然后遇到演的很好的演的角色 自己都会站在这里 反正有很多讲挑战的角色 然后再给大家慢慢成长 然后自己的大夫人在更高一届的时候 再去试一试 看到了我们现场全是迷之微笑 来 还有你微微信很好 你请 有没有给自己立个什么flag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最佳男主角的力量 不敢想 不敢想 以后看自己的地方 能透露一下最新的工作计划吗 接下来最近正在演什么 最近的工作计划就是 因为前两三个月一直在拍戏 然后很多商业拍摄 然后很多工作就一直堆到这个段时间 所以就是不停地在忙一些就是 艺人方面的工作 然后之后音乐 运务市都会有继续的推荐 好 我们这样照顾到这边的剧点里面 照顾一个 最后一个好不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对于支持你的粉丝 和今天给你投赵的关注来 是吗 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 欢迎大家支持你 一定会支持的 一定会支持的 好的 这样 因为时间原因啊 然后那个千玺接下来还有别的访谈 然后我们让她拿着奖杯的证书 然后在这下这个帅气的时刻 一直建立了她的成长 很好 先请3万往后可以小步 先请3万往后可以小步 好 千玺中间 好 都不辣偷了吗 左边 好的 每次把张声会给一张千玺 恭喜 最佳心人 加油 加油 我好 加油